啊 滴水之恩 当勇全相宝 万蛇侠 下忙是吧 韩冲大哥 这万蛇侠 是什么地方 这万蛇侠 是妖蛇下忙的领地 他虽刚入窦皇 还能召唤所有四界以下的毒蛇 难缠得很 只能叫过路费保平安了 这妖蛇的灵质 为何如此之高 还会战伤为王 当强盗了 这下忙 曾吃过你们妖化丹 得以脱离蛇险 灵质也比其他六界魔兽更高 妖化丹 那下忙 极其贪财厚色 希望多花些金币 能打发过去 否则 我死也有坏小姐中拳 以下忙斗皇的实力 绝非车队所能对抗 韩冲大哥放心 二小姐这么善良 不会出事的 希望如此吧 该来的 还是躲不掉啊 该死的 还是没发现 走 走 走 妖蛇 夏芒 你们应该知道本大爷的规矩吧 当然知道 夏芒统领 这是一些国理 还望统领大人收下 还不出 看来你们还算有点儿得比 那我们先告退了 这是当然 莫莉卧桃一顿 留下的鱼王 保护二将军 是 统领大人 我们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 若是在这里有什么闪失 韩家定会追查到底 天北城那些老家伙吃了石油的石 不过 只要将你们全部留下 谁会知道 我对韩家人成少了呢 还是犹带刺的莫莉卧 我喜欢 小美人 乖乖跟笨蛋一走吧 以你的实力 是逃不出笨蛋的手掌心的 大家小心 快要不要 来 你 快 杀 叩 咱们 那一路口誓 杀 杀 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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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舅舰 朋友 這是我相貿的姿勢 還請不要插手 學習內 不管就死 我沙大爺看上的女人 就沒有能跑得掉了 別管你了 什麼樣子 未曾露面 便是對手露得這副兩位模樣 那出手之人 實力是何等的空崩 前輩讓命啊 你傷人 這就滾了 這傢伙淘擠命來 竟然如此熟練 看來沒少被人追殺 是啊 晚輩寒雪 多謝前輩出手相救 不知能否現身一劍 也好讓晚輩 回報前輩的救命之恩 老夫偶然路過 順手相助罷了 沒什麼好見的 不知如何尊称前輩 若下次相遇 晚輩定重力相待 隨著包圍的成形 一道怪笑聲也是 突然在天際響起 旋即一道墨綠色的身影 從峽谷之頂迅速飛掠而下 幾個呼吸間 便是出現在了車隊的上空 出現在車隊上空的身影 頗為的怪異 人的身體與四肢 皮膚之上 布滿密密麻麻的墨綠色鳞片 而在其腦袋處 卻是頂著一個猙獰的舌頭 那對細小的雙眼 頂著下方眾人 掠過許些陰寒與殘忍 另外 在這半人半舌的怪物背後 還有著一對墨綠色的鬥氣雙翼 微微震動見 帶起一股狂風 在峽谷內席卷 望著那出現的碧綠色身影 韓冲等人的臉色 頓時變得蒼白了起來 連聲音中都是 帶上了一絲颤音 妖蛇 嚇猛 嘿嘿 小娘們 不用躲了 女人身上的那股香味 隔著老遠大爺就能聞到 而且 大爺還知道 此次遇見的 定然會是個極品 所以 還是出來吧 沒有理會韓冲 夏蟒目光直接鎖定在車廂上 怪笑道 砰 夏蟒聲音落下 那車廂頂蓋也是直接爆裂而開 旋即一道欠影閃略而出 最後立於車頂上 目光冰寒的望著天空上的夏蟒 見到寒雪的面容 那夏蟒眼中頓時爆發出一股鴻芒 仰天大笑道 果然不出大爺所料 這次的收穫 當真是豐盛的緊啊 如此极品獲色 可是好多年未曾遇見過了 寒雪臉頰冰冷 美目中掠過一抹沙翼 掀手一握 一柄長箭閃現 旋即背後鬥氣雙翼一陣 身形便是陡然暴射向夏蟒 嘿嘿 小娘們 以你這鬥王實力 怎麼可能逃得了本大爺的手心 見到寒雪衝來 夏蟒卻是黑黑一笑 嘴巴一張 一道碧綠色的鬥氣痞鍊 便是暴射而出 最後如閃電般的 砸在前者長箭之上 頓時 長箭直接爆裂而開 而寒雪的身形 也是燈燈的直退 紅潤的臉頰 浮現許些蒼白 鬥王與鬥王之間的差距 實在是太大了 夏統領 我們是天北城寒家的人 你若是對我們動了手 寒家家族以及眾長老 定然不會放過你 見到寒雪受挫 寒冲頓時怒喝道 姐姐 寒家嗎 雖然有些老家伙 但能奈我何 打不過我還不能跑嗎 而且 只要將你們全部留下來 誰會知道 我對寒家的人出手了 夏蟒怪笑一聲 然後嘴中傳出一道異樣的思鳴聲 而隨著這道思鳴聲的傳播 只見得峽谷兩側那無數條毒蛇 眼中頓時寒莽閃動 旋即羞羞的猶如箭之般 對著車隊爆射而去 那般密密麻麻的景象 猶如下起了毒蛇雨一般 看起來頗為的恐怖 面對著如此恐怖數量的毒蛇攻擊 幾乎所有人都是面露絕望之色 緊握著武器 准备拼死一搏 砰 砰 砰 鋪天蓋地的毒蛇 猶如要遮掩峡谷天空般 而就在這些毒蛇 距車隊只有不到仗許距離時 身體卻是陡然凝固 旋即噼里啪啦的 直接化為一團火球 短短瞬間 便是變成了一堆灰燼 從天灑落 望著這突然的變故 在場的不管是寒冲等人 還是寒雪或者是那下蟒 皆是驚惡了下來 這 這是 美目在轉移間 片刻後 突然鬼使神差地 蹲在了一倆馬車之上 那裡正是硝煙所待的地方 視線蹲在車廂上 寒雪修長的睫毛 輕輕眨動了一下 然而還不帶他深思 夏蟒那陰冷的聲音 卻是從天空傳了下來 不知是哪位高人在此 在下夏蟒 若有得罪之處 還望見諒 不過今日之事 乃是我與這些傢伙的私事 還請朋友不要插手 天空上 夏蟒目光微微掃動 旋即抱拳道 十溪內 不滾 就死 對於夏蟒的話 先前那道聲音的主人 再次給予了極為簡潔的回答 在那聲音之中 即便是寒冲等人 也是能夠聽出淡淡的冷笑 與嘲諷之意 似乎如同是在譏諷著 那夏蟒的不自量力一般 眼中掠過許些森冷 夏蟒面上卻是看不出絲毫 反而是對著四周抱了抱拳 道 既然朋友質疑要保他們 那夏蟒今日便給你這個面 一句話 剛剛到達最後一次 那夏蟒眼中 寒蟒陡然暴涌 旋即腳掌一度虛空 身體便是閃入一道碧綠色閃電般 一個眨眼間 便是出現在寒雪面前 雄魂鬥氣在此刻暴涌而出 龐大的氣狼 直接是將寒冲等人震得急速後退 小娘們 我下大爺看上的女人 可沒幾個能夠跑得了的 鬥氣暴涌 夏蟒一聲吟笑 旋即就是一掌 對著寒雪抓去 其速度極為迅猛 以寒雪的實力 根本就無法躲避 因此 只能夠眼睜睜地看見對方的爪子 落在其箱肩上 找死 夏蟒手掌剛剛落下 一道飽含著殺意的冷喝聲 便是陡然響起 旋即 一道無形的能量波動 如電盲般 融入空間 瞬息後 直接詭異地在夏蟒胸膛處 爆炸開來 砰 低沉的爆炸聲響 並未帶起絲毫的能量碰撞 但那夏蟒身體至上弥漫的鬥氣 卻是立刻消散大半 一股龐大的勁力在其胸膛處炸開 狂猛地力道 直接是將其皮膚上的鳞片炸得鮮血淋漓 而其身形也是蹬蹬地擊退 夏蟒一連退了將近百步 方才臉色驚骇地停下了身形 抹去嘴角的血迹 目光驚恐地望著四周 師聲道 靈魂力量 你是炼药師? 那股無形之力 在接觸過後 夏蟒也終於是認了出來 那明明便是炼药師最為擅長的靈魂之力 而那種靈魂攻擊 也明顯是中洲大陸炼药師最拿手的把戲 哼 對於夏蟒的驚叫聲 那道聲音的主人並未理會 一聲冷哼 無形的靈魂力量 再度在空間之中波動而起 旋即夹杂著雷霆之勢 狠狠地對著夏蟒暴射而去 感受著那再度襲來的靈魂攻擊 夏蟒浑身鳞片 都是微微竖了起來 臉上的恐懼也是越加濃郁 到的最後 終於是一聲尖叫 在寒冲等人驚愕的目光 掉頭化為一抹墨綠身影 極為狼狈地窜進山林之中 幾個閃爍便是消失不見 在寒冬等人驚訝